Hello Sunshine, Josh is here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平常用的刷具跟工具有哪一些 首先化妝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從底妝開始 每個人都會先上一些隔離霜啊 或者是一些試底爐 其實這些塗抹的方式就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遮瑕 有關於遮瑕膏的部分 我會推薦的工具 我應該要拿出來示範一下 不然這樣講解大家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我先來講遮瑕的部分 遮瑕的部分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膏狀的 就是遮瑕膏 另外一種就是遮瑕 也是遮瑕膏可是它是液態的 在使用上啊 我如果 會用到這種液狀跟膏狀的產品 我會選擇的刷具 就比較扁平 然後比較扎實 如果我先上液狀的遮瑕 會非常的好遮 水彩化的那種工具 所以它很適合 比較偏 液態的 膏狀的遮瑕 我也會利用這一支 因為 它使用起來非常的快速 我用綠色的好了 因為顏色看起來比較明顯 如果平常遮瑕的話也是這樣遮 所以它遮起來的那個飽和度啊 不僅 比起用 自己的手 更好推以外 也很好把它給沾染的很均勻 只要有關於任何液狀 我就都會選用這種刷具 遮瑕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會開始上粉底 你可能會選擇像這樣的海綿 或者是這樣的大海綿 又或者 可以使用刷具類的 彈性刷 就是很有彈性的粉底刷 又或者 可以使用這種類型的 來刷粉底液 我個人也會很推 用這種來上粉底液 因為跟剛剛我在講的 上遮瑕的這個是 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這種的刷嘛 都非常的紮實 所以 你把粉底液給推過去的時候 它不太會像 這種的 就像我在推粉底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 有一條一條 沒有推均勻 這種的我覺得 就 不要了 用這種的 這種的真的用起來 它那個粉底推的比較均勻 你可以去刷你的眼角 跟下眼睛的地方 重點是它可以輕輕的用拍打 剛剛那支是圓的 整個的 就不要浪費錢去買 我最喜歡的還是利用海綿 這個彈性有以外 其實真正上粉底 不是去推它 而是點壓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剛剛已經遮瑕過的地方 如果你遮完之後 你用力的推 那你剛剛就白遮了啊 因為 你光粉底在那邊上一直推一直推 瑕疵又給推出來了 我上的時候就會這樣點 點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的粉底的底妝看起來就不會很厚重 粉底完了之後就是蜜粉 記得 把沾染在粉撲上的蜜粉 做一下搓揉 原因就是要把所有的蜜粉 給均勻的分廣 在這一塊 小的 粉撲上 那均勻之後 你一樣不要用推的 要用點壓的方式來上蜜粉 點壓 我個人更喜歡的方式啊 我會選用一支 很紮實的 來做蜜粉刷 這兩支都是蜜粉刷 但我個人會推薦的就是這一支 非常的紮實又非常非常的蓬鬆 沾完蜜粉盒之後 把剩餘的蜜粉 我不會這樣打掉 因為這樣打掉之後 你所有剛沾完蜜粉盒的蜜粉 很多蜜粉就又掉光了 有點浪費 那我比較 節約能源 我比較節約蜜粉 所以我會把蜜粉 化圓在這個蜜粉盒上 化圓 喔蜜豆粉 化圓在這蜜粉盒上 當化完之後 我接下來會用點的 不僅把它定妝定得更好 也定得更透 所以如果你上底妝 也是點它 上蜜粉 也是點它 那我個人會選用的 就是這種很紮實的蜜粉刷 好蜜粉完之後接下來會上眼影 眼影的部分有超多種刷具的 OMG 我每次分享化妝上眼影的部分 個人的喜好就是一定至少要用兩支刷具 因為一支用來上色 另外一支 我就會用來把它給推勻 就是所謂的暈染 我很常在講什麼蓬鬆刷蓬鬆刷 其實蓬鬆刷就是選那種 毛比較旺盛的 這種的蓬鬆的刷具 它的好處就是 它沾染粉的份量 夠厚 我就會選用這種 來上第一個顏色 這系列的眼影刷具 我都會利用來沾粉用的 我很少會用它們來 做暈染 比較需要有技巧性一點的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 如何用少量的工具 但是你一樣可以畫出一個很鋪柔的妝容 那你就至少一定要用兩支刷具以上 還有一支刷具 大家一定要有 就是我上一支影片在講的 我超愛的 因為它太好用了 我一次路構 就馬上囤貨了 為什麼我會很推這一支的原因 是因為 這支實在是很好用的 你知道它好用的程度到 暈染的速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簡單 那iWii系列的 其實也有出很類似的 可是iWii做的就比較扎實 這兩支都是暈染刷 但是比起來的話 MAKE的這一支 它的那個暈染的那個寬度 又更廣 做整個大片的暈染 是非常非常快速又方便的 但如果你今天畫了一個比較精巧細緻的妝容 我就會選用iWii的這一支 比較小一點點的 我剛開始在畫的時候 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一支筆做的那麼的短 我發現其實它非常的好攜帶 就是你的化妝包裡 可是比起MAKE的這一支 很搞剛的又把這一支大刷具給帶出去 太麻煩了 接下來就是可以畫眼線跟 畫眼影的部分 我就會選用這一種的扁刷 它跟這個的類型有一點點類似 iWii的這一支 做的比較短 這一支刷具畫眼睛整個就是嘟嘟喝 因為不會過多也不會過少 然後它整個那個細緻度的毛又很柔軟 所以 在畫眼妝的時候 不會刺刺的 也不會眨眼 那再來我要講的就是有另外一支斜角刷 斜角刷有很多個功用啦 你可以拿來勾勒你的眼線液 就是膏狀的 我大部分都是用它 來畫整個內眼線的部分 因為它的角度可以順著我每一個 用這種類似的斜角刷 當然它還可以使用拿來畫眉毛 打亮的部分 眉骨 還有鼻頭 跟你的下巴 還有額頭 跟前面的這裡一點點的 眉頭的部分 我都會做打亮 打亮的話就可以選用 這一種的 或者是剛剛我在說的可以 我都會用來沾眼影粉的 那做完了highlight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做 修容 你要想修容是整個大面積嗎 從整個髮際線 到 你整個 並腳旁邊 到輪廓線 還有一點點什麼 鼻翼啊 我先來講 整個 大面積上的 這種 斜角的 這就是修容刷 我個人對於修容刷 是沒有特別的偏好啦 因為有沒有擦 我個人是覺得 I don't care 因為它又不會 吃到我的眼皮 其實整個妝容上的刷具啊 我個人最在意的 還是是關於眼妝的刷具 毛比較細緻一點的 咖啡叉白癡 那我還有幾隻 這種很小型的啊 它就是都適合拿來做遮瑕 你如果有痘痘嘛 或者是有雀斑 你都可以這樣清點在那個局部的位置 我也會 用這樣子形狀的 把整個眉型修得更精緻一點 這種也很適合拿來畫唇 如果你要勾勒整個唇 唇旁邊的話 你這樣勾勒起來 它那個唇線就會勾勒得很漂亮 你聽這個聲音 只要是聲音聽起來像這種的 這種的都非常適合 拿來用液狀的產品 這種的應該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了 那你在畫眼線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勾勒 這樣畫一條細細的眼線 同時也可以用這一支刷具 來畫出一根一根的眉毛 iwi有一支 非常我個人愛的 就是直接可以拿來做鼻影的 而且是perfect 我畫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兩種型的 來做鼻影的部分 這一支 你可以拿來做海藍 也可以拿來做修鼻影 就是它剛剛好 你知道嗎 它這整個在刷的時候 我打下來的那個 陰影粉 很簡單 也非常的完整 我只能這樣講 然後再來這一支比較有一點點斜角的 它就很適合 拿來做修鼻頭 因為它這個角度 剛剛好 然後又好軟 這兩支我就很推薦 你可以拿來做 細微的鼻子 修容 就可以用這兩個 最後我要再多補充一個 刷具 就是睫毛 這一支是我想特別多補充來講的 很多人刷睫毛膏 刷完睫毛之後 要嘛不是全部都黏在一起 沒有根根分明 不然就是像 蟑螂的觸角 原因就是你刷完睫毛膏之後 你沒有把它順開 這樣順的時候 你的睫毛看起來 才會根根分明 就要利用這樣的刷具 同時你也可以分享你個人喜愛的刷具 以及你有什麼小撇步的話 就把它分享在留言的下方 喔對了 我原本在想說今天的髮型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討論 好啦陽光們 以上是我今天 對於刷具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這支視頻內容的話 不要忘記給個讚 訂閱以及分享喔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按下